很火大 我们台湾的奥运选手 搭的是经济舱去日本比赛 但是官员却搭的是商务舱 官位越大 座位就越大吗 现在外界现在全部骂翻天了 招批评蔡政府你承诺给选手 当初蔡英文有说要给选手搭商务舱 这样讲出来的话 根本完全跳票 完全打脸 教育部在昨天已经先公开 来到了窃 而且也做出了解释 说是因为防疫考量才会这么做 但是真相真的是如此吗 好来看看有人爆料拿出证据了 工党立委洪木凯他秀出的是 2020东京奥运的运输企划书 今年现在是2021了 等于是去年的企划书 当时整个企划 整个总预算的金额600多万元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着 你看这个红色框起来这一块 在运输需求上明白写着代表团 预估商舱旅客11位 其余占为经济舱 除非其实代表说当时就已经决定了 根本没有所谓的防疫的时候才改变 除非之后有任何的开会的变更 或是增加了预算 否则换句话说 讲白话一点 一开始从头到尾 政府根本就没有打算让选手来搭商务舱 好现在呢洪木凯问了 这到底算什么超前部署呢 好苏院长潘部长你们要不要出来解释清楚 说清楚讲明白 代资颖不是剖出了奥运代表团搭成经济舱的照片 所以引爆了整个轩然大波吗 好代资颖在高雄中学时的启蒙教练呢 简玉锦他也接受了我们中天新闻独家专访 他说他强调出征奥运 其实对任何的选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大赛事 中华队当然有自己的防疫考量 但是选手也有自己调试比赛状态的需求 他认为两者是不是沟通不良 容易导致选手分心 世界比较大的比赛 比如说亚运奥运 那就是会有代表团 那就会跟平常的那些公开赛不太一样 那因为现在的资源越来越好 比如说秀向戴志颖 因为他是有航空赞助 所以他其实在出国比赛 他都可以做商务舱 像我们以前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多的资源进驻 所以要做商务舱 也是要看自己的里程数这样子 那我觉得对他来讲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比赛 那可能从一开始出国的时候 他就希望说 可以照自己的一个习惯一个模式 因为模式就是自己越熟悉 他就越不会分情 他就可以专注在他自己想要的事情上面 那可能刚刚一开始可能是沟通不良吧 因为毕竟团本部他有他的立场 我觉得这两边说起来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不对的地方 因为像戴志颖的话 他只需要顾他自己 他就是要把他自己的状况 调整到最好 可是团本部 就是像体育署的话 他是要顾虑到所有整个团 他的安危 他等于是他的安全是放在第一 可是像小代他们这样子的话 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有这样的资源 那我觉得可能如果沟通顺畅的话 可能大家就可以再想办法说 做怎么样的处理 就会 就比较不会分心 我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蛮特别的 因为真的是 大家为了这个防疫都已经很紧张了 其实都是已经 安全警戒都已经是最高等级了 那可能真的只有想到说 我就如何考虑到大家的安危 没有想到说大家的习惯性 说自己的一个模式 毕竟我讲了越高端的选手 你要怎么讲呢 他注意的细节就会越多 比如说就像吃饭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可能说 有营养师安排的怎么样 但是他会觉得自己试试试 吃到一个自己觉得最OK的状态 会比较好 那他就是习惯他这样的模式 他就希望说 从他用这样的模式 他就可以就是慢慢专注到 他真正要比赛的状态下 好这一回来看看羽球 球后戴志颖就是因为这一句话 好怀念长荣航空可以搭商务舱 揭露了我们台湾的国首初征 冬奥居然很委屈的做的是经济舱 大官做的居然是商务舱 引发了社会各界罵翻炸锅 包含了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 都已经表达了歉意 但是来看戴志颖的IG的现实动态 已经看不到他原本的po文了 但是呢他的领书 这回居然被网友 这个除了很多网友帮他加油之后 之外呢出现了网军的洗版 来看看有网军说 贵求您带大小姐要什么样的待遇 尽量说倾家荡产也会满足 也有人说做经济舱就不满意 有怨言好像就不会比塞 那直接回来会比较爽快等等 不少的攻击啊 谩骂啊激凤的留言 也有人质疑了留言的人是不是反串呢 不过可以看到他出来呢 很多的这个测印的网军 是不是也火速有效率的出动来洗版了呢 不过整起事件这个余波荡漾 其实整个这样子奥运国手 搭经济舱的风波持续延烧 包含了教育部长潘环中 证实体育署长张绍希 已经在昨天就已经口头请辞 同时也提交书面的辞诚 而对此行政院长苏建昌则说 要全力照顾国手 至于相关人员就责 要等到奥运结束之后 再提出专任报告 再一并来做处理 有关东京奥运代表团 启程前往日本 发声中华奥会代表团 体育署行政人员搭乘商务舱 参赛国手搭乘经济舱一试 体育署张署长 在7月19号 第一时间 已经向我口头请辞 并同时递交书面的辞诚 昨天下午我也向苏院长报告 奥运相关规划原委时 也报告张署长请辞一试 苏院长指示 赛会在即 张署长应依原规划 到日本来协助国手 做好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并全力照顾所有国手的 健康跟需求 让所有的国手 可以全心投入赛事 以取得家机为最大的一个目标 至于专机专案的究责 院长指示本部 在奥运结束后 提出专案报告 并同来做处理 好这些消息很多人听到拳头都印了 接下来看呢 这议员黄近平也炮昏蔡政府 总统蔡英文 院长苏貞昌 教育部长 这些官员 你们根本完全不用心 你们只想要去收割人家的东西 你只想要在人家回国的时候 或出国的时候 发个照片 然后鼓励一下 秤一下 显示你们大官的关怀 这个都是不必要的 所以我想说 为什么讲矫情就在这里 因为当疫苗的时候 你们是这样对民众 解封还没开始的时候 只是为解封 你们的陈正文心 这边南部中心的执行长大官 也是用这样的 带家人度假的方式 享受这样的一个日常 所以我刚才特别强大那句话 当民进党政府的官员 把享受当成日常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他们对于这个 他们出了包 然后或者影响了社会观感 或者引起大家的非议 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感受 只会觉得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 而当这些 所有的一点点的辛火 就像这个辛火燎原一样 集结成整片的这个排山倒海的 这个压力已经批评的时候 他们就意识到说 这个好像对他们的这个执政形象 对他们这样 开始就要切割 开始去骂教育部 然后把火就设在那个厅 停损点跟火 就设在这个体育署署长上面 问体育署长要不要下台啊 不拔官无法平息民怨 我开玩笑的说一句啦 你们每次都说 回来要就责要处理 不拔官无以平息民怨 这很多民进党的议委议员 明代都在讲要就责 要就责的话 民众很想讲一句话 就民进党的责 把民进党整个政府 现在是鬼玩耍 把民进党整个政府 从总统到院长到部长 所有的官员全部换掉 把政府换掉 民众最爽 民众会最开心